怕在台湾访报问题已经不像过去那般严重了 如今台湾是消费者的经营的消费能力贯穿了全世界 而且打响了台湾的消费市场名声 包括哪些呢 包括了一些精美的高级用品 或者是高级的首饰 还有高级的手表 难怪这些手表的销售量最近很多都是在亚洲地区 而且特别集中台湾 也难怪很多瑞士的大中表公司老板 还亲自来台湾展开了促销活动 其中有一位在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 看看他们终表业者对台湾的期待 只能天真不宜一分一秒前进 这正是270年来全世界最古老的手表品牌 Blumpon坚持只打造机械表的精神 写下一次次世界纪录 持久上洋洋洒洒世界之最的表款 全球首展第一站选择从台湾出发 理由是台湾高价手表市场 正以每年两位数字的晶元速度成长 像这款2400万全世界最复杂的表款 台湾人就有两条 让这最古老手表家族的第三代接班员 Mr.Hayak清点赖台 34岁的集团总裁Mr.Hayak 接下CEO已经三年多了 家族掌控的Swatch集团 拥有15家名牌公司 150间工厂 年营额高达了新台币1000亿 山下超过千亿的年轻接班人 和270年老品牌购物 问他压力会不会很大呢 Mr.Hayak笑了 We like doing something We like doing something and have fun doing it We need to get the best result The best work And the need lamp is sometimes a passion It's not just a child What can spill out your philosophy to later this friend? A friend is like a family 如果人们很高兴 他们想成功的朋友 我认为你会感觉 然后你会有成功 第二队工作是他领导以及成功的力决 而问他如何在创新和传统之间取得平衡呢 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 梅翔爸爸传统的扯铃表演 竟然出现在顶级的手表秀上 这正是Blendpong另外一个坚持270年的价值 手表永远都得是圆的 总裁说要看到方形表 至少要等上500年咯 对着亚洲尤其是台湾市场深具信心 Mr.Hajak说 计划在一两年之内要在台湾开设停舰店 他相信高价表会不断在台湾写下消费奇迹 TBC晚上张峰龙秋晴一天报道 王特尔林区 那我们开始计划 我们在台湾写下